在库里身上 你真的很少见到 他会如此宣泄自己的情绪 虽然投进了一季高难度跳投 但库里没有选择快速回防 而是朝着裁判走去 愤怒挥舞自己的双拳 向裁判质疑为什么这季进球没有犯规 随后 裁判毫不犹豫给了他一季技术犯规 将国王送上罚球线 无论放在NBA什么时代 这球毫无疑问 只得库里站上罚球线去拿到属于他的2加1 库里这次暴怒来的并不是没有征兆 早在这回合之前 因为穆迪这次后方防守 被裁判吹了一次防守犯规后 科尔与裁判力争无果 被吹了一季技术犯规 无奈的科尔身边 就是更加疑惑的库里 再加上近期五连败的局面 让性格一向温和的库里 都变得非常焦急 你很难想象 面对队友的库里 会有这样的一面 可想而知 他有多么想赢下这场比赛 如果能选择 库里绝对不想得到这47分 但没有办法了 克莱后叙手感持续冰冷 整个队友中 除了追梦零碎得分 只剩下维金斯能帮助自己 于是 正如库里赛后自己所谓 第四节比赛 我拿出了不惜一切代价取胜的模式 这场外线准度很好的国王 也算是倒了大霉了 就好像上次库里大怒也是因为裁判 而他的对手快艇 布置了完美包夹库里 切断库里传切的防守策略 最后却被库里连续三季三分球 彻底打崩了 我们直接进入分析吧 看看暴怒的库里 是如何一个人 射爆国王的防线 相信你们会很好奇一个问题 国王对库里防守策略是什么 为什么能让他得到47分 这场比赛国王的防守库里 是不断升级的 我们注意这里 无球跑位后 标准的库里卢尼挡拆起手势 被挡拆延误的福克斯去追库里 换防到库里面前的小萨放一步 防守延误 给库里三分空间 第二个是库里的单打 像这个勇士还没来得及落位的回合 库里有一片足够的单打空间 国王站位普遍靠外 铺满了另外半场 库里进攻到这片区域 小萨没有明显跑位 回收篮下的趋势 我给你持球得分的空间 也给你挡拆后投三分的机会 但锁你传球路线 传切就别想打了 我们多一点素材 像这里依然是首节比赛中 库里卢尼高位掩护 其他国王防守站位偏靠外 这很难有什么传球机会 但小萨还是和之前一样 被库里抓住了脚步横移曼的弱点 灵活的走位 让国王弱侧 防守不断收缩 国王想象很好 让小萨防守延误 锁库里的突破 逼他在三分货中距离这片区域 自己终结 终究是理想很饱满 现实太骨感 但即使这样 在下个回合小萨 依然给库里很舒服的投篮空间 你们看 这期间没有任何斜防 小萨也是站在这么深的位置 库里在首节面对的防守压力 并不大 这足够舒服 去完成投篮动作 不得不说 这有点太小看库里的无球切入 但接下来 勇士陷入了被动 当库里下场休息时 替补继续暴露出 他们的进攻火力点不够 没有单持球强点的问题 防守端又被蒙克连续外线射报追分 本来想上场帮替补止血的库里发现 国王改变了防守策略 当库里第一次持球进攻时 即使没挡拆发声 国王若侧防守迅速跑到强侧底线 拦截库里的进攻 不仅如此 小萨也比之前扩大了他的防守 去扑库里的三分 原本挡拆发生时 只是换防小萨去扑外线 但随着库里再次命中三分后 国王的防守变得更加迅猛 越来越令人发指 你会发现 如果勇士不能趁库里出球一瞬间 国王防守端缺人这时间完成得分 他们就无法利用库里被包夹去进攻端做些文章 像这里被包夹后库里还会回传 让队友去轮转球 打国王防守端因为包夹缺人的时间差 无论是刚刚吸引包夹传球 还是像这回合一样持球单打吸引内线 勇士进攻再也没办法打开局势 距离比赛最后结束还有七分多钟 库里的吸引包夹传球依然没有走效 你可以看到 这里卢尼直接顺下走中路 国王防守就崩了 简单来说 勇士其他人到最后都还没能掌握好库里 对包夹的机会 又是那些熟悉的输球剧情 替补输分 给首发留下的容错率太低 包夹库里后的出球 没办法惩罚防守 到这里库里估计自己也明白了 已经逼到这种程度 那自己拿球干吧 于是 库里向卢尼说明 让兰姆继续保持在追梦位 把球回给他 等落好位 库里开始冲刺 最后右脚蹬地 在空中将身体调整到面向篮筐 并完成屈膝动作 落地接球后 没有投篮前的下沉 在门客追防极短的时间差 将球打进 跟随自己整个生涯 最快的无球投篮技术动作 哦对了 这回合打的是勇士非常经典的 post split进攻战术 我过一回解释 回过来 库里还没结束 之前面对掩护包夹时 他都会选择传球给队友 现在 他决定自己打了 很明显的是 在卢尼设置好掩护 国王迅速贴库里包夹时 库里都会边移动边传球 但这次库里很慢 防守这里 为了避开卢尼掩护 比他多占了半个身位在外面 并且贴着库里的右侧锁他的右手 库里这里慢慢地转动自己的臀部 侧身后迅速冲刺 防守因为小萨的位置被迫选择了减速 随着库里这次突破 包夹也变成了单打小萨 紧接着库里右手持球的小跳步 右脚迅速向后做出了挖步的动作 冲刺后跳步急停 晃飞了防守 跳投命中 还有我们非常熟悉的绿嘎里挡拆 这里库里阻止了克莱的掩护 选择让追梦来 于是 国王换防后 库里快速胯下换手 右脚蹬地快速后撤步 这里左脚单脚落地时 已经是屈膝状态 收回的右脚踩地时 库里已经完成了屈膝下沉动作 大量节省了收球投篮的时间成本 投篮调整实在太快了 命中投篮的库里 迅速向全场发起了怒吼 右手轻抚着耳旁 像急了费城答案的标志性动作 最后收尾的进攻 防守站在库里的右侧 库里快速运球向左侧冲刺 胯下运球突破到游击区棋停 防守没有失位 但没关系 库里要回了他的右手空间 直到防守起跳封盖 也是站在库里左侧 整整末节的库里得分 真的是个人实力在发挥 哦对了 还有嘴哥的那两季三分 你会发现 这两季三分的战术起手势 和库里的三加一 非常相似 我们之前提到的 post split 这是勇士之前的战术打法 基本完全一样 于是 比赛到这里结束了 回应了库里愤怒的咆哮 手握着47分的进攻贡献 成功帮助勇士 止住了五连半 但库里这场比赛背后 折射出的是无奈与孤单 就好像14年老年热火的勒布朗 拿到了生涯最高分的61分 那时候的热火已经过于老化 那一场的比赛唯得休息 就好像杜兰特在14年 面对何侃63分的水花兄弟 他自己也拿到了54分 但身边没有微少 库里真的很少会释放自己的能量 即使MVP那个赛季 勇士最闪耀的记录 是克莱的三杰60分 他更喜欢去为队友不断创造机会 身为勇士史上第一人 库里本身对数据没有太多执念 但这一次 需要他释放出全部能量 如今的库里投进决胜 三分时 是怒吼着挥舞自己的双臂 当年16年 抬手就投的库里 即使是决定胜负的一球 他也是笑着跑过半场 回望过去 身边的一切好像都变了 似乎连他自己也变了